我们提出的专利是运用语音、情绪或机动程度 来辅助分辨语音信号之性别或年龄的方法 因为每个人说话都有异扬顿挫 那我从中间选出比较有刺激程度高的或刺激程度低的 来做辅助男女生辨识跟年龄辨识 这个专利因为目前智慧音箱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中国大陆也都蛮热门的 那它最直接的就是用语音做一些trigger 做一些居家的应用或是一个网络服务应用 在做这些应用的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在分析消费者的行为 除了你的问题之外 它可以分析你的性别倾向、年龄倾向 另外一个最直觉的就是acoustic 升学资讯 那我们这个专利就是 bass out你的前处理 它不是一个辨识engine 辨识engine可以跟我们搭配各种不同的辨识engine 人工智慧、机器学习或是各种不同的machine learning都可以 但是我们就是你要用让你的辨识效果变好 你可以把我们的方法放进去 就可以improve你的辨识效果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物联网的服务 只要有一个生硬进去 它的服务性质就会加进来了 就是一定要知道你的男女生性别 那就可以有利于做很多的商业服务应用 甚至是一些任何的entrance security 都可能会去做这个分析 我希望这个专利 所以主要就是用在各个不同的物联网服务应用上 例如就是智慧影响 那它所带来的impact蛮大的 那所以我希望它能借此这个机会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